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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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 绍兴萌新闻节目时段 今一次有个许禅 另外还有个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些引号的香港人和离散的香港人 今天一定会撲到去买这本书 这本书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有两个外媒的记者 他们说自己是前线记者 他们对于2019年的事情发生了多少 知道多少 见到多少 他们就说得好像叻叻在目的那一本 这本书的书名大致上可以叫做 《统者香港之战》里面的希望 斗争 流亡 和全球民主的未来 神經病 说得这么厉害吗 厉害得真 这本书的书名 见到这样一定要货币买 而英港人离散港人 是吧 赞你们 写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经常当自己 就是香港人 什么争取民主自由 是世界的中心 是吧 挺厉害的 算是洋人社 是吧 再货些都可以 是的 还有其中一个是 《华盛顿右报》 《东南亚及香港分社》的社长 过瘾了 这本书呢 看见少许资料都已经够吓死你了 我差点以为他们两个 躺在元朗站月台的铁路底下 躺在月台底下 看着当天七二一发生了什么事 是呀 要么就在冷气槽 为什么你知道这么清楚 甚至乎再躺在元朗村民床底下 整个事都知道 还有 还没有睡完 可能会躺在警署的标准 可以 几标准 标准识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还有 这本书呢 《拉习成军》 在寫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本书的简介是怎么样 不懂的就吓死 懂的就叫笑死 听着了 我们听得非常震撼 非常扣人心言 透过两个前线记者的眼睛 讲述了这次香港人为主的民主运动里面 扣人心言的历史 还有讲述了一群核心活动人士 他们经历过什么 最终导致2019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以及对于北京的残酷镇压 请问如何残酷? 是呀 如何残酷呢? 我很想知道 请问有多么残酷呢? 是的 究竟有什么残酷呢? 讲述了残酷 究竟是否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的情况呢? 那倒是 发现有一个人说 哈马斯利用医院的窗口做打对港机 炸了下去 连其他人也炸了 这真是不方不振压 是呀 整个推讨机围着铁丝网 用来防止炸他们的重型装备 那真是不方不振压 将你一间屋都压烂了 好了 这本书的引指 大致上是香港是英国统治了多久啊? 1997年又回归中国啊? 接着又有什么制度之间的分界线啊?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啊? 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桥梁啊? 一国两制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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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啊? 嗯 搞到什么法院又有这方面的事 又有抗议 又有相当激烈 接着就说这些各种表述 竟然将香港人民排除在外 变了对于什么民主啊? 什么政治谈判呢? 就遥遥无期啊? 未来就更加是遥遥遥遥遥到不知去爱婆桥啊 2019年一个林郑月娥这样一个领导人 带头去制定了一项考虑不周的法律 他没有写明是逃犯修订条例 可能引指就不写得那么长 你说是不是考虑不周呢? 其实都收过又收定又如何 我觉得完全是乱说24 就说这个林郑月娥 迫使到几百万人走上街头 喂 他们二百万人大游行的 你还要赶多一百万下去啊? 这句有趣啊 他就赶多一点 数字其实不重要 根本最重要的是受众肯接受 你说这本书有多少人 里面讲的内容有多少人 真的会认认真真地考究啊? 你说如果给一个西人买了这本书 看完之后 哎呀 原来中国对香港真的差了 香港真的惨了 没有了 别人看到就觉得 香港是一个很负面的一面 是一个很负面的城市 至于那些网友也看到 哇 西人写的一定是对的了 对吧? 对了 所以其实里面的内容 究竟是不是事实不重要 最重要是受众想买来看就已经足够了 那更精彩 做什么呢? 几百万人走上街头是什么呢? 这个是世界上有史以来 最持久的抗议运动之一 然后再把习主席牵扯下去 就说用最严厉的国安法作为这个回应 喂 很多人说国安法很严厉吗? 国安法很严厉的什么? 其实有什么严厉的? 我先来说一下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国安法就是保障 万一出现危及到国家安全的时候 可以有法可以去惩治那些人 而且一般人都不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除非你是刻意做一些 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例如你 比如好像进行一些间谍的活动之类 你才会被国家安全法制裁 一般人平时生活、做生意、做什么都好 怎会犯国安法才可以? 对不对? 还有邓炳强局长也好 李家超也说过 国家安全的法例 英国也有 美国也有 你们自己也有 你们有就可以了 香港现在这么迟才有 你又说吵冤巴闭又说不行 又说要制裁你都瘋了 更好笑 他又访问了什么人 例如朱牧师 还有何归蓝 朱牧师说 看到什么银发的战友 戴上手扣 从家里被人带走 有一个汤米 他说他是艺术系的学生 说到自己本身都很斯文 我玩艺术的 但是我都要很激进地 走上街头扔汽油弹 哇 他亲眼看到 我们这帮勇者 被警察残酷对待 所以他就要逃离这里了 还有其他很搞笑的东西 有什么匿名的人 生活崩溃 又说这样那样 很搞笑 总之说一说 为了要帮这本书宣传这帮这帮 这帮这帮 我意思是这帮 华尤的人 即是《华盛顿邮报》的 偏辑方面 可能都看到 721元朗黑衣人暴动案 就叫做 审减 他就截录了这本书 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环出来 原来有一段 就叫他提及到721的 甚至乎这个作者 真的作到无极限了 他说警方很可能 事先知道 会有这些暴力事件发生 原来 在721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星期 五个不同的黑社会组织的成员 加入了一个WhatsApp群组 一起去讨论保卫家园的计划 哈哈哈哈 你觉得好笑 黑社会加入保卫家园计划 哈哈哈哈 做未远 他说 杜琪峰 都想不到这些这么精彩的情节 是不是 他说 这些很厉害 因为有这么多黑社会组织 组织之间 其实经常有些业务 或者其他地盘 或者其他不同的斗争 就令他们在WhatsApp群 又想保卫家园 但又因为自己本身 黑社会的事 生意有些糾纷 有些私心 就谈不完 就聚不了在一起 所以便说不清楚 那个计划是怎样 他说 其中一个负责元朗区的 反三合会的警长 原来就有WhatsApp群的截图 也说代表什么 他见过这个截图 一早就知道他们有计划 但竟然当晚警方 截报之后 39分钟之后 才去到现场 39分钟 不是说没有到 比较迟 比平时迟些 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但是你为什么不看回 当初警方为何迟了一点 才能到场呢 是有原因的 对吗 还有那个白痴之处 老实说 假如我是警方 我是知道有这件事发生 如果我不去阻止的话 万一你说我知道白衣人 假设你知道白衣人 在港岛区 可能有其他不同的变化 可以促使到他不进来元朗 有什么的誘因 令他一定进来 会中陷阱 是他自己带队进来 没有人推他进来 不是把他乘上车 然后车进来元朗 但他很厉害 对吗 你要记住这一点 是他自己有手有脚走进来 对 是他促成了这件事 不要只赖人 保卫家园 如果他不来的话 那我哪里可以保卫家园 你叫我来这里 清洁郊公园 撿垃圾 原来我来之前 你都清理垃圾 那我还怎么来 拍这个 保卫郊公园的短片 做些道具也要 所以这些是乱说二十四的 如果万一倒转 黑衣人比白衣人更多 白衣人被人打到腹肌 那怎么办 对 倒转的话 他们又不是这样写的 对 如果倒转 到时白衣人不够抽 或者被人打到猪头喇叭 搞到很大件事 到时白衣人就会反抬 对 你又叫我来帮忙打黑衣人 但谁知道原来他们这么厉害 有汽油弹 还有其他鸦叉 那我们就糟糕了 我们只有藤条 那也糟糕了 对 你有鸦叉的鸦叉 那会不会被人打到猪头饼 所以 有很多变数 而警方早有预谋 是知道的 那会不会被人打到猪头鸦变成这样 还有你为什么按照警方的想法 或者白衣人 大家谈出来的剧本 会这样跟着走呢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说回 这就更搞笑了 又在这里说了 他们村民大合照 吃饭 吃完饭 然后再去走着街 等这些黑衣人会进来 保卫家园又握手 对 再说回何桂南直播 又拍到什么 又说谁来到哪里 又说什么暗示都听到这些传闻 又叫人穿白衣来 又说到很夸张 更厉害 当时大家 打这个紧急电话999秘务师 当警员轻轻拍一拍 白衣男肩膀的片段 在网上封存之后 香港人对于警察的信任 就是这一瞬间崩溃了 是他们的小部分人 只是崩溃而已 对不对 老实说 当时如果没有 你那帮林卓廷那帮人 在现场的话 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 对不对 还有我们在法庭上 都看到近来的审讯 在一个小时内 都不到 打了五百多个投资电话 只是接线 逐个逐个问 然后就要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就算接到的话 都要去分析 究竟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做等等 不是说 我听完你的电话 接着就拜拜 就算 要安排人手 或者问一问 原来现在在法庭上 有些记录的 怎会知道这个记录 什么时间 接过什么电话 报出来的地址 是在哪一条街 即是元朗哪一条街 发生些什么 派了多少个警员去看 全部都有记录的 不是好像你们说到这么流 所以这些洋人 很好笑 他们的视觉跟我们不太相同 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 好吗 我们从洋人的角度 再去分析一下 这本就是这本书了 是的 没错 有些又拿到那本真实的版本 好像近一两天才开完 他们 这是什么 在哪里拍的 在美国吗 在香港拍的 在香港拍的 他们拿着美国匹 疯 这些外媒 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媒体 他们很震惊 是很震惊的 是很震惊的 因为美国国旗 在世界各地来说 都经常被人烧 被人踩的 想不到 远在东方 一个小城市 有一班人 拿着美国国旗 一边摔来摔去 那么有趣 即是期望是美国来打救他们 即是他们觉得自己真是英雄 所以为什么是什么美国队长 是很白痴的 这些人 什么蜘蛛盒 蝙蝠盒 那些英雄电影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我觉得很丑 下一张更丑 这些人 你看 哇 拿着美国国旗 都摔来摔去 还希望美军可以 帮他们解放香港 liberate Hong Kong 神经病 这些人 这支旗是写给川普看的 当时还是川普总统 所以他们觉得很震惊 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有趣 明明香港和美国 没有什么困难 为什么会求美国来出手 帮助他们有自由 解放香港 现在被人拿来做文章 这些相片 这些是经典 是7分中的7分的经典 现在被人拿来当材料 来出书 开心 成功 所以他们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有趣 就是找我们帮助 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他又再做一本书 给你激奖 叫和应 如果你们这么喜欢 或者渴望 是美国方面帮助你 那好吧 现在有美国一大媒体 其中是记者 社长 自己出书 帮你出书 大债你这帮勇者 快点买一本回来看 是啊 这帮小伙子 很丑 真的很丑 这些人全部都收到江湖传闻 例如721的宴会大合照 他又说 是呀 有哪个匿名的 例如Steven Ng 他又说什么直播 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全部都是江湖传闻 你把这些传闻写成一本书 然后再赞这些人是勇者 你都神经病 大哥 美国那里有这么多这些瘋子 说要争取民主自由 之前冲进去你们国会的那些 你又不赞那些人是勇者 真是傻 好了 我们今次就先说到这里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 买了这本书 就看得很深 可能很开心 我想不会看的 但看到照片 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是吧 可能是 怎样赞扬他们是勇者 怎样影响全地球 甚至乎宇宙 他们觉得 是值得的了 他们的血和泪 好吗 好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